山陀额台风为台东的山区带来丰沛的降雨 导致北南西水位上升 除了石上寸之外 关山大寸 陆野寸 北南大寸等取水口 岛水土梯都被冲走了 而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则表示 岛水土梯被永久设施本来就会被冲走 而目前预估在大水退后一周内即可恢复 恢复供应灌溉水源 山陀额台风为台东带来丰沛的降雨 导致北南西的溪水飙涨 让沿线的各水浸 除了石上浸之外的岛水土梯都被冲走 对此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则表示 岛水土梯非永久性的设施 而且岛水土梯的流失 也可以保护后方的水溢工程不受影响 目前除了石上浸进水口的岛水堤以外 还保持完整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流失的状态 这个是属于我们岛水堤的安全保护机制 岛水堤流失的时候 我们不但可以保护我们原有的水工构造物基础的结构安全 而且可以把雨沙都可以完全排除 减轻我们日后维修上的困扰 农水署台东管理处也表示 在台风期间所带来的水量非常大 目前只能等水量消退之后 在一个礼拜内就可以完成相关设施的修复 继续供应农田灌水 山上下大雨之后 它会把我们岛水路以原先淤积的砂石 都已经会放流回归到原本的那个河道 然后再输运到我们的那个东海岸 目前就是说我们在好雨过后 一个礼拜之内我们都可以完成上水 然后再重新回归原有的那个灌溉功能 由于目前被难吸的溪水人事偏高 相关的修复工程尚无法进行 也呼吁民众切勿靠近溪流 以免发生危险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